主婦 牛小排 一字排開豪邁放上鐵盤 還有招牌韓國大媽為你服務 來到這家24小時韓國烤肉店 颱風反而成為助力 下雨打亂戶外行程 沒烤到肉的通通擠爆 燒烤餐廳 有颱風 所以就想說 就到外面吃會比較方便 店裡面的人說要等40分鐘 對 還是要吃 對 等多久無所謂 只要能吃到肉就可以 餐廳24小時不打搖 碰上中秋連假 平均一天就能有近1500人 接風時間多兩成翻桌率 餐期排不到的 連冷門時段都變熱門 餐廳只能緊急多備三成貨應急 內外廠人員根本沒空休息 從6時到早上 很忙碌 可能30%多 好 收到裝修商機 遇遇於轉戰那一場 另一家日本燒肉店 平常傍晚才開店 配合中秋 中午就早早營業 光是整個晚上 翻桌就能到四輪 更別提多加了中午時段 還能多出兩輪來客數 業者除了多準備超過一倍的 肉品備戰 一旦供不應求 還得出動 殺手劍 緊急向其他分店掉入應急 短短三天中秋檔期 業績就能比平常衝高三成 多捐亂中秋 讓不少烤肉民眾超掃興 不過卻也意味刺激 燒烤業者 荷包 賺滿滿 且孝珍 李佩萱 台北搶不到